这是什么爷爷想起妈妈 我帮你一起照进来好吗 然后我小时候一直以为 为什么爷爷想起妈妈 因为他妈妈在 因为他是爷爷 我一直以为是爷爷 然后呢 他在给我查你的蛋 因为他一直都说 所以他可以在种的东西 那就可以这样 甚至就是美化财能 财能种这样的 你这样的样子会有一点的故事 然后再来 然后就可以做这样的东西 然后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今天 这个什么时候 他一直都没那么 哦 他怎么这么大 就是有一个 很大很大 是大 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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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续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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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叫他们 然后 就是说我爱那个 我们就是用柳心做个清洁剂 这个就是柳丁的皮 皮做的清洁剂 这个是很完美 没关系 你先给我好了 来来来 你再跟我说 这个是 这个为什么有不同的颜色呢 这个是澳洲茶树 澳洲茶树做的清洁剂 我们用同样的方式 然后去做整清洁剂 澳洲茶树在哪里有种啊 我们后面的园区就有种了 澳洲茶树 它有抗菌185种 你香港脚部柜手部才很好用 香港脚也可以 不是 不是 你说这个清洁剂也可以 清洁剂就是洗手而已 它是抗菌 要是你做成不同 像那边有 我们那边有做的那个 药膏 那个茶树的药膏 那个清洁剂 所以我们把它做成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你就是把它弄成这样 然后浸泡以后就变成这样 对 你只要一种就可以变化好多种 你只要对皮肤有好吃的东西 所以我们都可以把它变成清洁剂 做它的原料 是 是 是 好 谢谢老师 还有什么要介绍的吗 在那边啊 是 乳鸡的部份 这里 我们有鸡的部份就是用肉桂跟鱼心炒 然后加甜甜 泡的肉桂炒 让人家试喝 这个就是 肉桂 肉桂 那这个鱼心炒 对 这个是鱼心炒 这个是肉桂 两个一起晒干了 对 做成茶粉 然后我们这是我们自己做的红菊的 红菊的那个酱 然后把它做成发糕 嗯 然后我们这是刚才那个肉桂 然后我们用肉桂蒸料做成筋物 好 啊 这是在学习做的这个 这个洛泽花的蜜腺 嗯 非常好吃 它补血 嗯 那这边呢 我们就是 有一系列的有关柚子的东西 柚子的话我们会从柚子的花 去做分辱 然后增加进入 然后可以当化妆 可以保养 然后化妆水都可以 再来我们把柚子 这种肉做成柚子酱 哦 柚子酱 柚子酱 然后就在这边 哦 在这边吧 好 好 这是柚子酱 嗯 好 然后熬煮成 然后我们也用柚子皮做清洁剂 嗯 然后这是柚子的花手 然后咧 我们用柚子的种子做成柚子盆栽 嗯 然后我们这个是 剩下不要的果肉皮 我们把它做成酵素 哦 嗯 酵素要干什么的 嗯 它有对于 你看我们的环保酵素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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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环境 就是净化水质 用废水 然后就是减轻 对 那个 环境的污染 你把这个酵素有没有 丢到河里 它会净化水 哦 对 会活化 对 它可以当清洁剂 然后它可以 就是 做有机肥有机荣药 这是蛮好的 你只要把不要的水 不要的水果皮 蔬菜新鲜的 把它加 做我们的配方 然后就可以做成这样一个很棒的环保的东西 好 所以我们希望把我们的课程 这课程需要融入生活 融入有机 融入环保 我觉得这是很棒的概念 好 谢谢老师 谢谢林秘书老师给我们的介绍